芊儿姐 快点 一大早的 你拉我来灵爵市干嘛 一会儿再告诉你 两个月前 我随墨师去了二楼 发现了一部 很有意思的灵爵 当时我特别想借出去修炼 但墨师说 这灵爵得是天界老生才能借 谁知道我什么时候 才能算是老生 所以芊儿姐 你就帮我借一下吧 什么灵爵啊 让你这么信心念念 这里不都是些普通的灵爵吗 在这儿呢 就是这个 这颜色 这可是危险性灵爵 森罗死印 这你也敢修炼 之前有两位天界学员 就因为修炼了它 差点变成了废人 此事我也听说过 修炼这灵爵 确实需要霸道的灵力 那两位学长 就是因为灵力不够霸道 才失败的 不过 我的灵力刚好很霸道 我想 我可以试试 不行 学院规定了 至少得在天界 待半年以上的老学员 才能翻阅这种危险性灵爵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才不会帮你做 这种危险的事 芊儿姐 你就帮我借吧 我一定会小心修炼 而且我有把握 不会出事的 芊儿姐 嗨 牧尘 好久不见 芊儿 你也在这儿啊 你好 红灵学姐 怎么 想借阅这部灵诀 需要我帮忙吗 啊 不用 我帮牧尘进 真的 不需要我帮忙 不麻烦红灵学姐了 有芊儿姐帮忙就够了 这样啊 那我就不打扰了 嗯 哼 红玉的人个个都是墙头草 她那御主母亲 就喜欢在柳玉和沐玉之间 两边下注 她也想左右风云 跟柳木百走得那么近 又来跟你是好 哼 偏不让她荣缘 芊儿姐 你可要说到做到 我可以帮你借 但你要答应我啊 不能独自修炼这灵诀 太危险了 必须在我盯着的时候 才能修炼 听芊儿姐的